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与俄克拉河马的比赛开始之前 洛杉矶湖人官方宣布球队前锋勒布朗詹姆斯 因为左脚踝的恢复原因 将正式缺席本赛季剩余的比赛 詹姆斯也算是正式宣告了提前结束本赛季 进入休假状态 同时 詹姆斯也更新了个人NSATM账号 对本赛季仍支持着他的球迷们进行的感谢 同时他也展望了下个赛季 詹姆斯生涯的第20个赛季 可以确定的是 詹姆斯放弃本赛季得分王的竞争 更看重健康 很明显他仍把冠军看得比其他荣誉更重要 湖人的教练组和其他的角色球员们 仍需要完成本赛季剩余的比赛任务 不过管理层已经进入了休赛期的工作 他们再一次推翻了去年休赛期的签约模式 对阵容进行年轻化管理 在裁掉了特雷沃 阿里扎之后 湖人首先官方宣布 他们给队内的年轻前锋为年 加布里埃尔提供的一份正式合同 此前加布里埃尔和胡仁签下的是一份双向合同 随后根据哈阿里托克记者 他们按压的报道 胡仁给加布里埃尔提供的是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 下载季胡仁拥有加布里埃尔的球队选项 除此之外 他们报道了胡仁的后续操作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胡仁计划与后卫马克 麦克朗签下一份双向合同 23岁的麦克朗曾参加过胡仁的训练营 本赛季他主要效力于 胡仁发展联盟附属球队南湾胡仁 同时他也获得了本赛季发展联盟最佳新秀的称号 胡仁正连续的才人签约操作 已经宣告了他们年轻化的开始 他们开始更加注重活力和防守端的贡献 而不是为了投射能力彻底放弃防守 从阿里扎的离队 以及加布里埃尔提前两年合同留守胡仁来看 管理层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换血计划 失败的赛季 总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胡仁主帅弗兰克 沃格尔和球队后卫拉塞尔 维斯布鲁克 看起来是最不可能在下赛季 出现在胡仁阵中的两个人 而沃格尔最近的一些采访 也有爆出胡仁内部混乱 提前告别紫金军团的意思 早些时候 沃格尔表示能够执教詹姆斯 让他的教练生涯变得辉煌无比 他们能够执教詹姆斯感到自豪 同时沃格尔还表示 他希望未来詹姆斯可以再次夺得总冠军 在我看来 勒布朗 詹姆斯就是历史最佳球员 能够执教他让我无比自豪 显然我们对于失败都感到沮丧 但是在未来 让我们为勒布朗带来 配得上他取得成功的团队吧 沃格尔在采访中说道 沃格尔的表态颇有种 大概率知道自己会在执教完最后一场比赛之后 就走人的感觉 他似乎是在向詹姆斯告别 让胡人去组建一套能为詹姆斯取得成功的阵容 而沃格尔的这种道别式的演讲 也把胡人后外拉塞尔 威斯布鲁克推到了风口浪天 为少被不少人贴上了教练杀手的负面标签 在俄克拉和马雷廷的时候 斯格特 布鲁克斯和比利 多诺万先后离队 这两名主帅都曾拿到过赛季联盟最佳教练的称号 随后威少离开雷廷加盟了修斯顿火箭 在火箭打了一年之后 麦克 德安东尼走人 威少同样向火箭管理层申请交易 最终他前往了华盛顿奇才 来到奇才之后 威少又遇到了生涯处的教练斯科特 布鲁克斯 但是可惜的是 仅仅一个赛季 布鲁克斯再次在赛季结束之后被炒鱿鱼 与此同时 威少也找到了奇才管理层 向管理层申请交易 并且指定了下加诺杉基胡人 这次加盟胡人之后 球队的冠军教头弗兰克沃格尔 如今也在威少加盟一个赛季后 面临几乎是无法挽回的下课风波 与此同时 威少留在胡人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他很有可能连续第四个赛季 和球队主帅同时走人 不管如何 胡人三巨头已经证明了他们是不合适的组合 三人联手场次虽少 十一胜十负 但这几场比赛 胡人的战绩也不佳 同时在三巨头联手登场的近400分钟时间内 他们的竞效率为负3.5 当然沃格尔本赛季的佣人也有一定的问题 最终如果真的和胡人告别 也算是总解脱吧 至于威少 昨天早些时候 权威美国媒体报道了 黄蜂对威斯布鲁克非常感兴趣 今天 诺杉矶当地媒体诺杉矶时报记者 布拉德特纳就报道了这则潜在交易的细节内容 据悉 黄蜂对对威斯布鲁克 感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 威斯布鲁克是黄蜂老板迈克尔乔丹 七下品牌的代言人 二人私交善好 其次 威斯布鲁克虽然较跌峰七下化明显 但是作为多届群明星和NBA历史三双盲 仍然可以成为黄蜂潜力新星拉梅洛鲍尔的导师 黄蜂对需要在下赛季之前 清理出足够的薪资空间 去也展现出球星潜力的迈尔斯布里吉斯 综合这三点 威斯布鲁克显然是黄蜂队的不错选择 根据布拉德的报道 黄蜂队希望湖人可以接受海沃德的大合同 再加上普拉姆利的无保障合同配评薪资 如此操作之后 黄蜂队将会在22到23赛季开始前拥有大笔薪资空间 除了虚约布里吉斯之外 还有希望在自由市场尝试引进其他球星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分析 这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毕竟对于胡人队来说 送走威斯布鲁克是让他们重拾战斗力的先决条件 但是两支球队的分歧 可能会出现在具体交易筹码身上 据悉 胡人队很可能在这笔交易中 索取黄蜂队得分后卫罗奇尔 这位26岁的得分后卫下赛季的合同为2149万 考虑到他近几年不错的发挥是略为溢价的正资产 如果威斯布鲁克加盟黄蜂 罗奇尔 威斯布鲁克和鲍尔的后场组合也略显臃肿 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黄蜂 远不愿意为了腾出新资空间放弃罗奇尔 不过如果胡人队真的可以在这笔交易中 得到海沃德和罗奇尔 那么新赛界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 罗奇尔是比威斯布鲁克更适合詹梅组合的后卫 他不仅有出色的持球组织能力 还兼具大心脏得分能力 海沃德虽然近几年出勤力不佳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名不错的侧翼 有无球俱佳的特点让他可以完美融入胡人队体系 不过这两名球员的加入 无疑会让胡人队承担更重的薪资压力 珍妮巴斯愿不愿意问了冠军 付诸更多代价成为了左右这笔交易的关键 球迷朋友们认为这笔交易胡人该做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交流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消息 美媒报二换三交易步行者利好 火箭在哈登离开后一度进入重建期 但球队由于小伯特与伍德的更衣式矛盾 一度影响了火箭的重建进度 也令球队彻底陷入泥潭之中 无法安心进行重建工作 球队的发展也再度被指后 近日美媒记者费考特透露火箭 步行者两支球队将会在休赛期 进行一笔关于伍德的交易方案沟通 具体方案如下 步行者得到 波特 伍德 农瓦巴 火箭得到 哈利波顿 希尔德 对于步行者来说 得到年轻的波特以及伍德 对于球队整体实力得到提升 而且两人都在成长中 球队甚至可以从重建之中崛起 成为季后赛有力竞争者 球队实力得到巨大的升级 这比交易对于火箭来说 打带希尔德可以令球队有了新的领袖 希尔德与格林的组合 也可以令火箭整体实力得到巨大的提升 令火箭快速进入重建 甚至提前进入崛起的可能 这比交易一旦达成 对于步行者将是巨大的提升 球队实力也一度加强 球队也具备争夺季后赛席位的实力 对于火箭来说 希尔德的到来 加速球队重建的脚步 球队甚至可以早日完成重建 波特与伍德的离开 给了格林更大的空间 对于格林的发展也将是巨大的利好 有利于年轻人的快速成长 对火箭未来将是巨大的利好 这比交易一旦达成 对于联盟将是巨大的震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联盟的整体格局 两支球队也因此得到双赢 对于各支球队季后赛的走势 也将得到巨大的改变